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其实是广泛的在收集跟研究 就是当代艺术里面 处理跟社会性议题相关 或者是说 艺术家本身他的创作形式 是牵涉到社会参与 或是社会实践 或者是跟不同的社区 共同工作 这样子的一个创作形式 那也延续着那一年的研究结果 然后又加上一些 自己平常研究的一些心得 所以就想说 如果我可以筹筑一个展览 是探讨我们的现今的生活 我们的创作 艺术在社会的生态里面 所扮演的角色 我能够做一个什么样的展览 所以就有了这个展览的发想 大家onton! 大家就开始 哈! 出帝哪前世 伊芭蒙祝 阿芭蒙祝 靠佛地 都得冠冠地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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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建社會這個計畫其實是 2010年度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的策展專案 那當時我們拿到的這個策展專案 其實它本本原來是一個整個一個國際性的中型的連展 那因為剛好當時我們立方計畫空間也在同樣那一年成立 那所以呢我們就想說既然得到這個專案的補助 所以我們想說運用我們自己的空間來搭配這樣的計畫 來在這個策展專案上面做一些實驗性的方案 比如說在空間的挑戰上面 然後還有跟藝術家的合作的可能性上面 做了一個最大的調整跟可能 那這個案子呢其實是一個大概一半國際藝術家 一半國內藝術家的一個視覺藝術的連展 它雖然是視覺藝術連展 可是其實裡面我們有包含行為的部分 也有關於聲音的計畫 也有一半我們所謂的 所謂的視覺藝術這個部分 所以其實它在整體上是一個跨領域的 綜合性的計畫 那這個展覽最主要的這個主旨呢 其實是在談重建社會 那這個建裡面你可以看到有兩個字 一個是建導的建 一個是建設的建 那其實我們想運用這樣一個主題探討的方式 重新來運用通過藝術創作 藝術家的思考來談 現在藝術創作跟社會之間的關係是什麼 或者是如何通過藝術的語言 藝術的手段 然後去呈現出我們現在的人 生活在當代社會裡面 我們自身在這個社會裡面 我們與人與人之間不同的地方跟地方之間 我們究竟處在一個什麼樣一個真實的關係裡面 那這是一個主題展 所以其實有始祖的藝術家 他都是圍繞在這樣子的一個議題上面 根據他們不同的生活經驗 或者是他們不同的地域的經驗 提出他們自己的看法 那這個展覽其實有點像是一個 將不同地域文化經驗組成的一個切片 組合在一起然後呈現出來 然後深化我們所要探討的議題 這個第一個這裏有想主題的 我們自己是的統一體 我們都然有瑞智氣 今會擺席的文化 我觉得她赢了比赛 是奥俄罗节目的 她是奥俄的 她赢了比赛 是奥俄罗节目的 席我络odle 这家公司的 我觉得是奥俄罗中的 在我们二十平的小小空间里面 其实我们不可能呈现 这十组艺术家所有的作品 那我们就把它切割成为十档 其实像是十档各展一样的方式来呈现 那这样子做呢 我发现跟以前的展览有很大的不同 就是跟以前在策划展览有很大的不同 以前就是十个展览同时做 然后同时开始同时结束 那那个时间的跨距是比较短的 我们跟艺术家相处的时间也比较有限 那因为这样子 我把它打散成十个展览之后 其实它的一个非常大的好处是 我们在策划的这个过程当中 跟艺术家相处的时间变长了 然后也因为时间变长 我们把这个案子可以 每一个艺术家不同的方案 都可以做得比较深入 那我觉得这个是它最大的好处 然后也因为这个案子延续了 一年两个月的时间 所以其实观众可以在一段 长时间的跨距里面 不断地回返来思考这个展览的议题 然后每一两个月 他看到一个不同的新的展览 所以我发现观众的反应 跟以前在组织一个这样子的连展的时候 有蛮多不同的层面的反应 或是回应给我们 我现在要凭我的记忆 把台北立国这首歌 从头到尾唱一遍 五十五十五十 我们都住在今晚的中好大陆楼 这它是烟梅子 我们贤一户 穿它是米粉底下的底骨 春门薄薄就要靠走路 三丢雷走到火吃头 一串路就要靠走路 中好堂楼 走开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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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梦阿菠 一串的生活实在有够难够 十里三回就去吃道路 安妥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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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车路就要靠走路 就要靠走路 三串堡 丢三串堡都都一串 一串一串一块 给你拆着帽 其实每一档展览都有不同的回馈给我 就是说因为每个艺术家他关注的主题 或者说他的呈现方式不一样 他不断地重新刺激我去思考 就是艺术 特别我们史的当代艺术 在这个社会上所扮演的角色是什么 还有艺术家究竟扮演什么角色 因为现在很多艺术家 并不像以前的艺术家是比较个人性的 就是他的作品在他的工作室里面完成 他也就完成了 那这十党艺术家的有一个很大的特色 就是说他们时常需要跟不同的社群工作 讓我得到更多就是說當代藝術現在目前藝術家所處的狀況 除了一種個人式的創作之外 他怎麼樣延伸他自己以他自己的位置跟他的視野 去跟不同的領域的人接觸 然後這些不同的領域的人怎麼樣進入到 我們所謂當代藝術的語言或脈絡裡面來 這中間的溝通其實很有趣 有時候可能會有一些困難 有時候有一些挫折 可是最後的結果都很好 那我覺得把這個不同的領域的視野打開 或者是說大家相互的重新在彼此認識 是這整個計畫對我意義最大的部分 那我覺得對這些藝術家來說 可能也相同存在這個部分 我會在這天晚上過了一天晚上過了 那長的路上有審查過 那些公園的封鑽也有審查過 警察兩人來和一人來討論過 他們都寫了什麼 名字和目的目的 但是我正在公園來 然後我會理會 我會理會 我會被撫折 我會被撫折 我會死掉 我會被撫折 我會被撫折 我的歹道 我會被撫折 我會被撫折 你可以救我 我會死掉 中文字幕——YK